接下來我們要安裝Transformer 那Transformer 一樣我們把克隆瀏覽器打開 到Google這邊 因為Transformer它的官方網站還沒有做好 所以我們直接在老師這裡的網站 所以請你直接打老師的名字 就可以找到老師的網站 我的名字叫邱文勝 你去搜尋的時候 就會找到製造者時代 這是老師的部落格 從這裡點進來之後 在網頁的右手邊 右手邊這邊有一個研習分享 老師大部分都會把程式放在這裡 所以請你點進來 如果你之前Squitch或者是Arduino的程式沒有裝到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在這邊下載 我們從創科教育這裡進來 進來之後它是在軟體的地方 那Transformer它目前給的程式是到1030版 1030版 那這邊有兩支Transformer 那我們用社群免費版 Community的社群免費版 所以我們按右鍵 在這一支程式上面按右鍵 這裡有個下載 直接把它下載回來 那Transformer它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溝通Squitch跟Arduino的一個溝通的軟體 它負責做溝通的動作 那有了它你就會在準備工作就會很簡單 那以前在沒有Transformer的時代 那我們要 你的Arduino要認識Squitch的話 要能夠控制的話 必須要還有 還要有一個燒入韌體的動作 會比較麻煩 好 那我們就是 到你的下載資料夾 打開你的下載資料夾 然後會發現它Transformer已經下載回來了 那我們直接把它按右鍵 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呢 直接把解壓縮好的程式打開 這裡這一支程式 點兩下直接安裝 是 下一步 問你要不要 這是桌面捷徑 問你要不要開桌面捷徑 如果要的話就打勾 如果不要的話呢 桌面就不會有捷徑 但是一樣在城市這個地方會找到它 好 下一步 安裝 它城市不大 所以安裝起來很快 好 那所以這個是Transformer 那有了Transformer之後呢 其實我們學 用Squitch來控制Arduino 會變得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簡單 所以非常建議 那Transformer它是免費提供教育使用 免費提供教育使用的 好 那這樣就裝好了 那這個就是Transformer的捷徑 那我們以後要使用Arduino的時候 要使用Squitch的時候 我們直接開它 直接開這個Transformer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去開Squitch2 也不需要動到Arduino 這是它的好處 所以我們以後直接用它就可以